日本在靠近台湾的岛屿部署了12式陆基反舰导弹和03式地对空导弹 后面还将会从美国获得400枚战斧巡航导弹 难道日本之前放话要介入台海不是喊口号 真的要采取行动了吗 本期视频我来为您解析 大家好 这里是东东乡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环球网援引这个日本广播协会NHK的报道 说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日用15辆车往位于冲绳县石原岛上面的驻地运输弹药 自卫队的行动当然是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了 那为什么冲绳民众这么大的反应呢 因为这批弹药可不是什么子弹 手雷这样的常规弹药 而是包括03式地对空导弹和12式陆基反舰导弹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更重要的是这个地方离台湾很近 看来这个日本之前放话说会介入台海还真不是一句口号 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 与我军的多种性能优良的导弹相比 其实这个12式陆基反舰导弹根本不够看的 最大射程200公里左右 甚至还不如我们的火箭炮的射程员 很难说会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威胁 不过日本自卫队当然他也明白这一点 射程不够那就数量来凑嘛 针对这个12式陆基反舰导弹的特性 以及利用日本岛屿众多的特点 日本自卫队在多个岛屿上都部署了这款导弹 这样一来日本的反舰导弹 已经可以对台湾东部海域的大多数的区域实现火力覆盖了 此外12式陆基反舰导弹 它速度并不快 采用了潜纵深攻击模式 再加上岛屿地形的掩护 增加了突袭的成功率 当然数量众多 还有一定的这种突袭能力 对我今而言也确实不能够完全的忽略 如果说台海爆发冲突的话 解放军部队展开围岛行动 日本自卫队势必利用反舰导弹实施干预 不排除对我海上编队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一旦我们对日方的阵地发起反击 那日本部署的03式地对空导弹也将会发挥作用 日本的行为 其实已经把他们干涉台湾问题的意图暴露无遗了 但是仅凭这两款导弹 就想阻止解放军部队的行动显然是不可能的 日本自然也是做了别的打算 早在前首相菅义伟主政时期 日本就向美国提出 希望购买400枚的战斧巡航导弹 今年的二月份 日本政府正式宣布了这一计划 美国当然也愿意向日本出售 假如日本真的获得了400枚的战斧巡航导弹 那么想必也会部署到离台海比较近的岛屿 由于战斧的这个实战能力是远超 日本现在已经部署的12式陆基反舰导弹 所以届时对解放军的威胁也会大幅增加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任时候 就放话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企图干预台海冲突的图谋是完全不加掩饰的 岸田文雄上台之后 不仅多次发表涉台言论 同时还做出了实际行动 开始部署武器了 为冲突的爆发可以说正在做准备 日本是美国的盟友 在这个台湾问题上与美国沆瀣一气 这也不足为奇 只是作为二战战败国 日本的军事能力被严重的限制 再加之与中国的历史积怨 所以很多民众都认为 日本声称介入台湾只是喊喊口号 日本也没有这个胆量 也没有这个实力感 在台湾问题上跟中国产生直接冲突 但是如今看来 日本还真不是在空喊口号 他们真的行动了 甚至比美国更加的明目张胆 之前佩洛西窜台的时候 解放军进行锁台演习 的确是有大战一触即发的意味 当时美军的航母 或是飞弹美感和解放军硬碰硬 反而是迅速的驶离了台湾海峡 躲得远远的 所以平心而论 一旦中方实施武统行动 美军是否真的会下场 那还要打上一个问号 日本现在却已经迫不及待的开始进行战争准备了 真不知道他们是出于军国主义的狂热呢 还是就是单纯的愚蠢 不过这些都无所谓 两岸统一的大势是谁也无法阻挡的 日本如果果真要跳出来玩火的话 那就来呗 尔要战变战 心仇就恨 咱们一起算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 期待您的点赞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再会